昨日生活在北美的小伙伴 无论是微信朋友圈 还是小红书等社媒软件 一定会刷到关键词为 弯曲华人恶毒月扫 虐待婴儿的众多帖子 这些社媒帖中 讲述的受害者家庭 尤其是刚出生没几天的婴儿 所遭受的种种待遇 可谓是人神共分 无论是有孩子的还是没孩子的 无论是男女老少 看完帖子中的描述 血压飙升 心中犹如压上了一块巨石 更有不少女性读者留言表示 看完直接痛哭流涕 垂胸顿促 以上描述小编保证绝无夸张的成分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海内外全网民众声讨 目前事件的进展到了哪一步 接下来咱们就看一看 一个ID名为 弯曲妈妈小弟的小红书用户发帖 揭露了一名叫做刘桂田 来自辽宁府顺的月嫂 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残暴恶毒手段 虐待仅出生几天的小婴儿 当所有网友看了受害者家庭 分享的监控录像后 无不认为这已经不是虐待 简直可以称得上是蓄意谋杀 然而事情还并非虐待婴儿这么简单 随着受害者家庭深入的调查 发现这可以说是一场充满谎言的团火作案 当初给受害者家庭热心推荐这名月嫂 被划输为一个邻居家的妈妈 自己一胎时用过的靠谱月嫂的推荐者 其实就是恶毒月嫂的女儿 而送她到受害者家中上宫的则是她的女婿 真可谓是贼属一窝 恶毒月嫂虐待新生人事件开始发酵后 月嫂的女儿坐不住了 也在小红书上发帖 极力澄清她对母亲去当月嫂的事完全不知情 但反手就将其母亲 也就是恶毒月嫂本人送回中国 试图躲避即将到来的法律制裁 这一系列的操作彻底激起了受害者及网友们的怒火 恶毒月嫂的女儿名为沙流 英文名Christina 根据LinkedIn资料显示 她在湾区TikTok从事HR工作 这里咱们就说个题外话 身为HR 其专业素养之一 就是要深知美国的劳工法相关规定 什么人可以在美国合法从事工作 很显然她知法犯法 明知她的母亲没有合法的工作身份 却还极力帮其母亲寻找雇主 这种行为侮辱了她的职业 恶毒月嫂的女婿 伯梦 也就是送其岳母到受害者家工作的司机 在图片与视频分享软件Snapchat 担任机器学习工程师 资料显示 两人都有着优秀的教育背景 高知高学历 但很显然连做人的资格都不具备 接下来咱们看看事态的最新进展 我们先说几个重点 首先 受害者 弯曲妈妈小弟的小红书账号 应被恶意举报次数过多 遭到封禁 目前当事人使用的新账号为 弯曲妈妈小弟下发现 在原有的基础上多了一条下发现 关心 关注此事的网友 可以关注此号 以获得最新的事态进展 其次 已经有热心网友在非营利网站 change.org 发起请愿 希望美国移民局对非法用工 以及虐待婴儿的所有当事人 做出应有的回应及处罚 大家可以扫描 页面右下方的二维码完成签名 并且分享该请愿 让更多的人看到 广大网友们的努力 很快已经得到了回应 据小红书网友的爆料 经过热心人不断置信 恶毒月嫂女儿女婿的公司 恳请公司层面 针对此事做出回应 目前月嫂女儿就职的 TikTok母公司 字节跳动 企业纪律与职业道德委员会 已经做出了正式回应 回应中称 谢谢返会 职委会已经关注到此事 并介入调查 如果证实员工有 伪及违法行为 公司会严厉处理 同时 关于安排这位员工 回国办公的传言不实 不得不说 宇宙大厂这波反应非常及时 值得大家的一个赞 同时 女婿的公司 Snapchat 希望能够抓紧赶上 那么我们纵观 整个恶毒月嫂 练阴案 刘卫田 及其女儿女婿 最终能够因此 而受到怎样的惩罚呢 很遗憾 事报者刘卫田 本人已经潜逃回国 中美两国 也没有引渡条例 所以 美国方面 哪怕是立案审查 也很难能够将刘卫田 本人定罪 至于中国方面 虽然舆论在不断发酵 但国内的警方 如果想要办理此案 恐怕也面临着 诸如取证困难 法律法规的适用性等 诸多困难 再来说说刘卫田的女儿 沙刘 以及女婿 伯梦 虽然其二人帮助刘卫田 打黑工 但当黑工 是刘卫田的个人行为 这二人就是欺骗了雇主 也就是受害了一家 所以可能在这个层面 并不会构成犯罪 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 如果这个案件 最终真的能够进入到 刑事诉讼程序 因为略婴事实相关 造成刘卫田女儿 女婿被定罪 那么恐怕 他们将会失去 在美国的一切 沦为奸下穷 所以大家还是要 齐心合力 让美国的相关执法机构 注意到这个恶性案件 同时在这里也奉劝 刘卫田一家老小 切莫再狡辩 勇敢地站出来承认错误 真心道歉 才是留给你们唯一正确的路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